大家好我是大树 最近一个翻墙出来的中国程序员 在GitHub赚外快 被魔警罚款200元人民币之后 又没收了他个人所得的100多万人民币 这样的中国求是就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这次响截 堪称是有史以来 魔警最轰轰烈烈的 明目张胆的一次 劫富济贫 而且就连一贯说胡话 不说人话的叼盘侠胡锡进 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喊话承德市公安局 不要搞一刀切的模式 咱说说流氓载子里的军师都看不下去了 那魔警得多么的龌龊是不是 那对此很多中国网友也表示 中国魔警对韭菜的做法未免有点太过分了 就是他们觉得挣外国人的钱 拿国内花没有损害国家利益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是吧 但是呢也有很多韭菜呢就表示啊 确实违法了 处罚没有问题 如此看来呢 有些韭菜呢 在这次锤炼之后呢 他是有些觉悟了啊 但是呢 有些韭菜呢 他永远就是韭菜 实际上呢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都信之肚明啊 这个魔警一贯的做法 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人不让这个魔警进家啊 这个魔警进家啊 是打着执法的名义啊 然后进你家里巡视 哎 到底你家里有什么家当是值钱的 然后呢再决定你的罪名 嘿 这就是魔警 而且呢大家也都清楚啊 中国的翻墙的人太多了 不仅有个人 哎 有企业 还有政府单位 那这样的没收 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明目张胆的大街啊 那我记得呢 我以前呢就和大家分享过啊 我就说呢 这个中国的所有的软件啊 他实际上都是要和这个网监局 他连在一起的 那实际上呢 承德魔警的这种做法呢 是史无前例的啊 他也是正在消灭 就是各种在墙内靠翻墙赚钱的这种领域 同时呢 他也是打破了抢钱的先例啊 然后呢 他也提高了翻墙的成本 给这个黑市呢 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这个东西呢 就像你找这个地方政府的官员办事啊 那以前呢 可能是十万啊 现在呢 可能你给五十万都不够 也就是说呢 在国内 你想搞一些黑市的东西 你必须得有我党官员的差异角 而且你得能让他赚到钱啊 他才能让你的小生意风生水起 而且呢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政府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说明中国的诈骗犯将会越来越多 当然呢 也不光是诈骗 还有很多骗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而且呢 红社会最搞笑的是啊 就现在你风声特别紧 对吧 就那么多官员落马啊 那么多腐败 被曝光 但是红社会呢 依旧是烧浪剑啊 这说明这帮人呢 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根本也不给喜爸的面子啊 因为你要怕喜爸啊 你应该是老老实实才对 对不对 而且喜爸还不像朝鲜的这个小火箭人啊 他有个性 有胆识 有魄力 也很狠啊 最主要的是人家还有那个大哥的架势啊 但是咱们反观现在的喜爸啊 除了怂就剩下苦瓜脸了 所以呢 从气场上啊 他就已经是气数已尽了 那么豺狼虎豹啊 就随时都可能要他的命 而喜爸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啊 那这也就说明 他的能力和智商就到这个程度了 好 那为了证实这个土匪的狠毒呢 和这个垃圾国度啊 对国人的迫害啊 我们来一读一下 这个原来这个判决书的这个风采啊 看看到底这个工程师呢 是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 那政府呢 给他定的罪啊 是擅自使用非法定的进道进行国际互联网 为什么什么公司提供网络顾问服务 然后扣押的笔记本电脑 电脑电子数据提取光盘 和他的这个银行交易流水啊 视频资料 购买境外网络服务记录 还有公司的执照与什么什么公司的这个劳务合动 及工作证明等证据证实 他说呢这个程序员呢 每次连接境外网络 事先要登录翻墙软件 后在谷歌上浏览github啊 然后领取里面的什么什么任务 然后进行代码编写 然后在售后网站这个support什么什么什么上面 给这个用户进行问答 同时呢他还会用这个zoom的这个视频软件开会议 然后进行远程协助的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罪名啊 我局认为呢 此案处理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 请承德市人民政府 维持我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那从案件的情节上来看 就是一个翻墙打工的案例啊 如果说真要违法啊 最多涉及的就是翻墙 或者说偷税漏税的问题啊 那该案件呢 如果在法律程序上来看 翻墙呢 咱就不说了啊 但是你说犯法就犯法 可是你的这个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霸王条款啊 也就是说魔警呢 要给你定罪 必须你得先违法在先 对不对 我们看啊 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法案 那不管你是不是使用正规渠道的啊 这个擅置建立 它就已经是违法了 其实这个擅置建立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bug啊 我使用翻墙软件 本身也可以叫建立啊 因为账号系统 它本身就是存在这个建立的 这个关系的 所以这些都是文字语啊 都是丛林语言 而非法使用 这个本身 它也是存在一些 就是概念性的东西 什么叫做非法 你本身把翻墙列为了违法 那你们的这些魔警 你们这些企业单位 都可以翻墙 那这个翻墙 为什么它不属于违法的范畴 也就是说呢 它认为你违法 就属于违法 所以这里呢 也就是上面我说的啊 没有魔警插足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它就属于违法 非法 因此呢 翻墙赚钱 就是违法所得 那么 没收违法所得 它就可以 无上限的 没收你的财产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 违法所得 还不仅仅适用于 翻墙这个违法 它是一个 更为广义的违法 所以呢 只要它给你定性为 违法所得 它可以把你的所得 通通拿走 而且咱们再想想啊 没收违法所得 和没收全部的 违法所得 有什么不一样 也就是说呢 它给你留了一个 谈判的空间 它也给自己 留下了一个正义的 这么一个形象 它既可以没收你的 全部违法所得 它也可以选择 不没收你的 全部违法所得 这个就是 当了婊子 有利牌坊 所以一个简单的 就是一句话呢 就可以把你搞到 家破人亡 这就是红社会的 法治社会 那么另外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程序员用的 这个GitHub 这个GitHub呢 它以前呢 是有一个叫做 赵家人的名单的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结果魔警啊 为了消灭 这个赵家人的名单 他就把他的魔爪 直接伸向了人家GitHub 让人家下架 这个名单 好家伙啊 从此赵家人名单 就名声大赵 没看过的 他也知道了 不想看的 他也想看了 所以实践证明呢 就是凡是戳中红社会要害的 大陆的魔警呢 都要过来助助攻 就生怕别人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后来呢 这个GitHub呢 也做了一个既妥协啊 又好像 不有失格局的 这么一个事情 那就是在局部地区 禁止这样的内容 但又会公布 政府的这种文件 实际上呢 这个GitHub呢 也是妥协了啊 所以呢 从此红社会呢 就对这个GitHub呢 格外的关注啊 而也正因为魔警的插足啊 也搞到作者越债越勇 那这里呢 我也想说 魔警呢 也可以说GitHub呢 是间谍网络 从而对这个程序员进行迫害 也就是说呢 魔警呢 有无数个理由啊 就是搞这个人啊 因为法律的漏洞 就是他们留下来的 关键时刻 必要时刻 他就是要搞他 在墙内搞他 在互联网上搞他 身边人搞他 世界上搞他 只有在天堂里 他搞不到他 因为他永远 只能在地狱里 祈求上天 原谅他的过错 希望老天爷 可以救救他 但是没有用啊 阎王爷呢 阎王爷呢 也没有情 他也有他的那套 纪律和模式 来审判地狱里的 这群魔鬼 说不定呢 那里的时间呢 还和人类的时间 不一样呢 对不对 有可能那里的一日 就如一年 所以呢 我把我最真实的心境呢 奉送给每一个 参与迫害 以害人为终身事业的魔警 怕死了 最后都死了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